因為其實他原本這次唯一的賽事都準備了很多 之前特地有二大試過車的 好 先看看比賽 五盞紅燈亮起色燈亮比賽就會正式開始 韓米尼起舞氣得不錯 對 侯夫仍然叫第一 但韓米尼在右邊抽出來 看看侯夫壓不壓得住 另外珍妮也撒上來 三架車拍進去 很精彩 三架車是平排的 看看吧 暫時連韓米尼和珍妮都上來了 接近東方彎很刺激 看看誰拿到先機 侯夫比較快 對 侯夫在這裡加速 後面有車撞了 橫幣很危險 三架板 還有其他車的波及到 另外也有一輛車接近了 這邊出到蒲徑灣 但很可能都需要安全車 應該有極大機會 對 因為起一位仍然恍惚 余兆峰的車也出了事 另外一輛就似乎是劉志勇 看看剛才的慢鏡 有一輛車是50號 莫拉那輛車 然後就彈回另一輛 這輛就是閃避不及 有一輛一抽出來 它撞了別人的那輛 好 滿地碎片 明顯上不太好 再看一次剛才的慢鏡頭 另一個角度去捕捉 首先是莫拉那輛車出事 後來其他車在左心右臂之下 劉志勇也收不及 撞到余兆峰的車 然後再踏到莫拉那輛車